国际师子会300F区花莲县第一师子会 18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的 品学优良学生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颁发奖学金给12所花莲国中小在地学生 有100多位的同学受惠 为辅助花莲县清函学生就学 鼓励其努力上进并为国家培育英才 国际师子会300F区花莲县第一师子会 18日上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 举办111学年度奖学金颁发 有学校推荐国中小在学 在建清韩人努力上进 且第一学期各学习领域成绩80分以上优秀学子 共颁发奖学金120名 向各位报告 我真的要很感恩 在我们第四十位第四十七届的前会长 埃隆文师兄 当年他创办了奖学金这个项目 到今年已经13年了 13届了 我们每一年都要捐资了很多的钱 我们经过的统计了一下 这13年来 第一师子会就在奖学金这个项目呢 我们大概捐资了将近400万 赵佛的学者来 将近2000位 大家给这个第一师子会掌声一下 包含国锋 新城 寿峰 自强等四所国中40名学生 泰昌 北昌 岳梅 吉安 稻香 筑墙 凤林及文兰等八所国小80名学生 国中每名颁发2500元 国小每名颁发2000元 最后由国锋国中校长刘文彦 致受奖学校感谢词 期盼各校七首向下扎跟教育工作 持续帮助孩子在逆境中向学 未来不忘回馈社会 接着讲帮彦宏理事报导